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Sherhi 我是艾汀 上一集帶你們到嘉義看黃花枫梨木 而這次要帶你們到南投以及台中 這兩個地方 我們先到第一個景點南投市 那邊有一個很特殊的花道 一邊是陽紅枫梨木 而另一邊呢是黃花枫梨木 所交織而成的花道 很特殊喔這次我們就去朝聖一下 彰化車站跟著我搭公車過去囉 這裡是彰化車站 我們要走到對面的彰化客運搭乘公車 等一下我們要搭乘6917 京南崗或者6918公車 都可以到公務段 千萬不要搭到6917 比這一班車是不會到的喔 還是可不可以到的 看來我們要搭一張 那邊的彰化客運搭乘公車 我喜歡搭乘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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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選擇公車 回彰化或到台中的站牌在對面 往回走很快你就會看到福岡路一段 這個十字路口是山南路二段 以及福岡路一段的交叉口 如果你開車來的話 你就可以定位在這裡 這個角度就更清楚了 梁紅楓林木 那前面那個就是半山坑海水系統 如果開車的話呢 你看你可以從國道3號下來 完蛋啦 花都掉得差不多了 掉得也太快了吧 總之呢 都來了嘛 我們還是把這裡走一遍再說吧 這條半山坑海水道約800公尺 那你可以看到一側是陽紅楓林木 這一側呢是黃花楓林木 如果花還滿開的話 你就會看到紅黃 就這樣籠罩在整個步驟上 那現在就是稀稀疏疏了 走進來一點 你就可以看到這一段 比較茂密一些 不過滿開的話 會是最漂亮的狀態 我們繼續往前走 黃花的部分都掉到快沒了 反而是陽紅 還有幾顆開得很貓咪 走到後段就比較沒什麼花了 唉唷 這一顆比較不合群喔 我已經走完了 整段楓林木路數大概就四五百公尺而已 走大概十分鐘就結束了 不過有幾段花還開得不錯啦 瞧一下角度是可以拍出好照片的 那現在我們就進入賞花模式囉 這裡算是小品景點 開車來會比較方便 只是這邊不好停車 如果你要搭車來的話 目前的花礦就已經掉得差不多了 再加上車程真的有點久 那這部分自己斟酌囉 今天主要目的是去台中的布子公園 我們就過去台中囉 我們走回公務段的站牌了 原本我們是在前面那邊下車的 那現在我們要在這一側 搭6322公車到台中 那邊下車在去 我們要在那邊下車的時候 我們要去哪邊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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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到台中車站了 走到大治北路搭公車 等一下我們要搭乘惡林公車到布子巷頭 下車之後我們先過馬路到對面來 繼續往前走 車程約40分鐘 我感覺下錯站了 應該在下一站下車才對 我們到了前面就是布子公園 我就知道我下錯站了 正確來講應該是在布子警銜路口這一站下車 這一側是回台中車站的站牌 布子公園是我第一次來 旅途當中偶爾會失誤 透過失誤的經驗 讓大家知道正確的搭乘方式 黃花楓林木大部分都是人行路樹 或者是在堤防上 而布子公園裡面有很多黃花楓林木 是在公園裡面 大家可以安心的拍照 不用閃車喔 公園旁邊這條就是景銜路 景銜路兩側也做滿了黃花楓林木 也是賞花的一個地方 不過車隨馬龍 我們還是進去公園裡面賞花就好 走進來看到花稀稀疏疏的 沒有很茂密 還是說中部的花開得比較早 現在已經是尾聲了 感覺裡面的花比較茂密耶 外圍的花都已經掉得差不多了 這裡的花就比較多了 不過跟前幾天嘉義的花況比起來 還是有一段距離啊 剛才我有遇到一個熱心的在地居民 跟我分享台中的花況 他說禮拜一是開得最漂亮的時候 太順路啊景銜路啊包括布子公園 才過三四天而已就掉成這樣子了 太誇張了 所以我剛才跟他聊 應該是今年的花太晚開了 那現在都掉光了 所以這個花況就給你參考囉 看你還要不要來囉 布子公園真的很大 真的是台中市民休閒的好公園 你看草地這麼大 還有一兩棵櫻花樹 今年我真的沒有想到花掉得這麼快 以往啊我看布子公園的黃花風林 都開得很美 所以我也想來朝聖一下 啊今年就慘念了 明年請早囉 反正花況就給大家參考 好就今天到這裡結束囉 拜拜